最近有报道说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在和美国智库进行视频对话时 一方面声称期待两岸有建设性的对话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不断地拿香港、南海、新疆的问题来攻击大陆 台陆委会最近也表示 盼两岸能在不设前提下进行务实沟通 这样一种矛盾的表态 发言人做了相关的回应 我们来看 当前两岸关系紧张的根源 我们说了很多次 在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单方面的破坏了两岸对话协商的共同政治基础 我们的对台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 否认九二共识背离一个中国原则 那么任何对话交往都无从谈起 近一段时间 民进党当局嘴上讲着两岸和解对话 实际上却加紧勾连外部势力挑衅大陆 针对香港啊新疆啊等议题 罔顾事实 大放厥词 恶意的攻击大陆 制造两岸对立 这么样的行径和所谓的两岸和解对话 完全是背道而驰 这边的交通 所以我们跟有些特色里的交通